大家好 今天我們在這裡參加蔣經國總統圖書館開幕 這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中華信旺愛基金會和臺北市政府 共同合作 規劃跟推動的 在這裡 我首先要謝謝前董事長的邀請 這不僅是對現任總統的尊重 更代表一種更開放的態度 來面對臺灣社會對蔣經國前總統主政時期的各項政策 與社會事件的記憶與評價 而希望透過蔣經國前總統的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 讓臺灣社會更深入的了解 也能更公正的評價 這將有助於化解臺灣社會的分歧 否則 在臺灣 蔣經國前總統 遠遠只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 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 另外 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蔣經國前總統主政的時代 是臺灣戰後發展的關鍵年代 當時 威權體制正受到挑戰 臺灣的經濟成長正在亞洲展露頭角 許多層面的社會轉型 也在那個時候逐步展開 這段臺灣戰後發展的經驗 都應該被記錄下來 今天 透過在座許多人的努力與支持 成立了中華民國第一座總統圖書館 它蒐集 保存 和展示了蔣經國前總統時期的 重要的決策和社會事件 歷史 能見往之來 有錯誤的地方 我們要引以文獻 有值得學習之處 我們也要作為借鏡 而透過這些不同面向的歷史事件 正可以讓國人更深入地認識 我評價蔣經國前總統的歷史定位 如今 臺灣人民看待政治領袖的方式 已經和過去完全不同 臺灣也從威權走向民主 臺灣社會對蔣經國前總統的歷史定位 有許多討論 我認為 每一位總統的歷史定位 都應該由人民來決定 民主不是被施予的恩惠 我期待來到這裡的人 經由對過去歷史的回顧及檢驗 大家更能體會 臺灣何以成為華人社會自由開放的典範 更能感謝一代又一代的人 為追求國家經濟發展 獨立 尊嚴 與民主自由 所做的犧牲與努力 蔣經國前總統主任期間 所面臨的兩岸外交挑戰 依然是我們當前面對各種變局的重要參考 當時面對兩岸軍事對抗的緊張情勢 以及中共當局對臺灣的政治圖謀 他曾經說 我們中華民國到今天所以能夠生存 有前途 有希望 有信心 主要是因為中華民國政府 在世界上是堅決反共 不以任何共黨妥協的精神堡壘 今天 兩岸關係的時空環境 雖然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但面對當前北京對臺灣一波又一波的軍事 及政治施壓 蔣經國前總統堅定保台的立場 毫無疑問 也是當前臺灣人民最大的共識 更是我們共同的課題 當前 國家的挑戰很多 我們有責任共同面對 差異可以互相尊重 其間應該彼此溝通 但面對未來的挑戰 我們必須共同合作 繼續以臺灣主體性的立場 團結保衛臺灣 為世世代代的臺灣人民 守住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 讓國家繼續往前進 謝謝大家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 經國七海文化園區 即蔣經國總統圖書館的開幕典禮 見證中華民國第一座 總統紀念圖書館的誕生 這個園區與圖書館 全靠民間捐獻 沒用政府經費 在奉鬥十多年後 終於完成 令人欣慰 它是一具身具歷史文化價值 又與周邊自然環境融合的綠建築 更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優質研究 教育空間 符合經國先生一向稱呼 他家為寓所 而非官邸的親民風格 來到這裡 我有特別的感觸 因為經國先生當年的許多大格局 高難度的改革 是在這裡做的決定 讓國家脫胎換骨 煥然一新 我從1981年起 兼任經國先生的秘書七年 1985年間 經國先生的老友 也是前台灣美軍顧問團團長 齊勒拉將軍來涵 認為台灣戒嚴 名不服食 德不償師 建議盡快解嚴 我簽報後 總統找我去問 戒嚴的英文是什麼 我說Marshall Law 他說 你去查一下外國人對戒嚴的看法 我去查了五種詞典 跟百科全書 向他回報 西方人認為戒嚴就是軍事管制 沒有法制 他聽以後皺著眉頭說 台灣沒有軍事管制 也沒有 無法無天啊 不久 駐美代表 全副先生回國開會的時候 也力勸他戒嚴 1986年10月7號 他在總統府接見 《華盛頓郵報》董事長 葛萊姆女士的時候 就宣布政府將在修訂法律之後 解除台澎地區38年的戒嚴 當時他在創造歷史 我一句審慎的翻成英文 感覺好像有電流通過我的身體 至今難忘 1987年11月間 金國先生要我到獄所來 問我國會改選案的進度 那是我首次跟躺在床上的總統報告 我告訴他 有人建議在國會裡面 設置大陸代表 以延續法統 這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金國先生問我 政府在民國38年 簽台的時候 有沒有宣布 我們還是代表全中國 我說我沒有印象 我會盡快查報 兩天後我回到獄所 向他報告 在38年12月7號 的國民政府公報 與相關資料中都找不到 這類的宣誓 他聽了以後就堅定地說 只要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產生的代表 就代表中華民國 我聽了大大的鬆一口氣 當天晚上 我走出青海獄所的時候 抬頭看到滿天心斗 心情既快慰又敬佩 金國先生的偉大 就在於他出身威權體制 卻能夠以大智慧大勇氣 親手終結威權體制 李登陸總統送的晚年 說他四十年 汗浸血哭 祝私民私土 時有今日 確實是非常貼切 今天蔣英國總統統統治理的設立 就是紀念他最有意義的方式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馬行總統支持 接下來我們要請 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 柯市長 上台致詞 接下來我們邀請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柯文哲 上台致詞 這個環境的整理 今天終於隆重開幕 那 蔣英國總統在任內 這個推行十大建設 解除戒嚴 解除道徑 解除黨徑 還有開往大陸貪勁 臺灣和國外任務的民主自由 他是有貢獻的 那紀來譽說是 金國先生在臺灣唯一 保存完整的故具 你知道嗎 在民國九十五年 台北市政府把它公告為市定古蹟 然後開始接手整修 那 後來就有一個概念 如果讓這個金國先生居住十九年的七海獄首為中心 來做整個的園區的規劃 那 公知協力一向是施政的一個方法 所以後來在郝市長的時代 就已經規劃好了 在2003年的時候已經找的 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 還有新華海基金會 還有蔣英國協助基金會 共同籌劃 那才有今天這個建築物 那 這個 這個 中國七海文化園區完工以後 七海獄首 會開放參觀 那也讓 市民來了解說 金國先生減幅的生活 那今天這個圖書館 總統圖書館 當然裡面有很多的文物保存 也讓大家了解說 蔣英國總統 在過去的生平背景跟重要事蹟 當然也提供學術研究 所以今天非常榮幸 你知道 來參加這個典禮 澳美邀請市民朋友 有空的時間來走走看看 臺北 臺北 又做了一個新的文化的地標 好謝謝大家 謝謝柯市長致詞 接下來 我們歡迎好龍公前市長致詞 請好前市長上台 我們請來邀請 愉快的贵宾 大家好 对七海园区还有蒋经国总统纪念图书馆 经历多年 经历终于正式的节目 我除了非常期待 也非常的高兴 美国议院的总统多次有图书馆 而蒋经国总统图书馆是我们 中华民国第一座总统图书馆 而七海园区又是 蒋经总统过去在这里居住了19年的寓所 所以今天 文化园区开放 用丰富的软硬体以及学术资料 来 不仅见证了当初蒋经国总统 诅咒期间台湾经济的发展 还有民主的进步 同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历史见证 也得让很多的民众 一方面 缅怀缅怀成人 同时也可以 遗养性情 作为一个休闲的人区 我自己在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们负责蒋经国 预所的古今维护 我过去从来没有来过 蒋经总统的预所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对我来说 其实非常的震撼 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说 深入这么多重责大任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生活是由此的简朴 尤其 在 蒋经国总统 在预所的19年 这段期间我们台湾 面临一个是非常大的考验 就像刚才 科前市长讲的 我们面临到 特殊联合国 我们面临到 十月为期 甚至中美断交 那个时候 蒋经国前总统 都是用他无比的 毅力 卓越的风范 不仅给所有民众信心 更重要的带领 带领我们这个国家 走出危机 尤其他的眼见 更让我们佩服 我们看到 那个时候 他积极的推动十大建设 甚至规划了 我们现在英文要的新竹科学园区 同时他解除戒严 开放两岸的观光 探亲 同时推动台湾的本土化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台湾的经济奇迹 民主奇迹 都是在蒋经国总统任内完成的 甚至到今天 他还是全民最肯定 最怀念的国家领导人 你蒋经国总统 当时有非常多 让我们而熟能详的名言 譬如说 他说今天不做 我们明天 就会后悔 他也常常提醒所有的人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潮流也在变 我们必须 要与时俱进 而蒋经国总统 他的魄力 他的担当 还有他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这其实是 目前我们所有 在台湾 主政的人 或者我们从政的人 必须要效法学习的 用坚定的信念 为首当为 凝聚不同意见 带领台湾 打破困境 勇敢向前 为期盼 所有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甚至从政者 我们能够在这种精神之下 再创台湾几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